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诗篇三十篇 一至十二节 大遗的诗 为献圣殿而作的歌 上主啊 我要高举你 因你救了我 不让我的敌人胜过我 上主我的上帝啊 我向你呼救 你就医治我 使我存余 上主啊 你把我从坟墓中拉出来 没有让我掉入死亡的坑中 虔诚的人啊 你们都要向上主歌唱 赞美他的圣名 因他的怒气 只在一顺之间 他的恩惠 却长达一生之久 哭入或许 持续了一夜 欢乐却在清早就来临 我兴旺时曾说 现在我无往不利 上主啊 你的恩宠 使我安稳如山 但你又离我而去 我便惊惶失措 上主啊 我向你呼求 我祈求主的怜悯 说 如果我死去 如果我陷入坟墓 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我化成的尘土 好岂能赞美你 岂能述说你的信实呢 上主啊 求你随听我 怜悯我 上主啊 求你帮助我 你将我的悲哀化作 欢乐之母 你脱去了我的哀动意 替我披上了喜乐福 好让我歌颂你 不再沉默 上主我的上帝啊 我要永远称借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起承转合赞美上帝》 大卫的这首赞美诗 有《起承转合》四个阶段 第一至四节 提及上帝的救助 承接这个赞美的 是呼吁众人都来歌颂 然后 又忽然转到 当日对上帝的呼求 最后 才以清謝作总结 这首是一首献殿的诗歌 在献殿的时候 在情绪高涨的时候 我们会用什么题材来祷告呢 或者 我们会用第一至第四节 有关上帝救助的经文 也会用第五至六节 和第十至十二节的赞美 来述说上帝的恩典 但是相信 甚少人会提及 第七至九节的 哀哭和呼求 不过 大卫的诗 却坦诚地表达 他曾经向上帝 发出呼求 和埋怨 重新说出 对上帝的质问 并没有削弱大卫的赞美 相反 重述这些争扎 让诗人明白到 夜间的哭音固然真实 但是上帝在清神所赐下的欢乐 也都同样真实 很多人经常说 基督徒要赞美主 似乎暗示 赞美就是 忍护阳善 让自己忘记信仰路途上的 争扎 只向人陈述成功 或者得胜的一面 诗篇的教导却是相反 在赞美中 益述昔日的争扎 使我们更能体会上帝 拯救的真实 更加可以数算上帝的恩典 深刻的经历 让我们更懂得赞美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